大家好 今天是我們神域的第二講 今天不跟你講動物 上一集跟你講過魷魚和蛇 今集想跟你講耳朵和聽覺 你發覺你兩邊都關了 一隻耳朵、兩隻耳朵 一隻在左邊、一隻在右邊 有時候太太喜歡把你左邊的耳朵拉到左邊 有時候喜歡把你右邊的耳朵拉到右邊 或者覺得人有點累 其實拉一下耳朵也挺過癮的 會幫你提神 今集的主角其實也是跟耳朵和聽覺有關的 我們將我們的眼界放回一個很遠古的年代 這個遠古的年代是在公元前的八百年 在希臘裏面有一個儒港 這個儒港就是德菲爾 在上面有一個神殿 就是德菲爾神殿 這個就是他的遺址 另外當然 如果你說裡面有些什麼呢 裡面有一個阿波羅神殿 這個就是阿波羅神殿 你看到很多的蠟柱在這裡 中間有一個正正方方的地基 這個就是神殿的地方 當然 這個是說公元前幾百年 因為香火鼎盛了很久很久 很多個世紀 直至公元前的一世紀 才開始慢慢來 沒有發展 慢慢來 在公元前四百年 因為一次的地震 改變了他的地形 之後公元前一世紀 就開始停止了 在裡面的發展 所以你發覺 他已經有了幾百年 被人崇拜 被人去參神 如果是這樣說 的一個地方 而最核心的 就是這個正方形 這個地方 就是阿波羅神殿 阿波羅神殿當然 就是供奉阿波羅神的 阿波羅神是一個太陽神 他由每天 從地球的東面 一路走 走到地球的西面 每天都是這樣走 所以對當時的人來說 太陽對他們的聯想有很多 例如太陽神 是一個多才多藝的神 他有音樂家 詩人 射手 這些守護神 除此之外 其實他也是殖民的守護神 一會兒我們會看到 拉菲爾是一個怎樣的地形 紅色的圈就是拉菲爾的地形 你發覺他在海口 一個 我覺得好像是避風的地方 你在裡面可以休息 你不怕風浪 所以當時有很多 行選的殖民 或者商人 甚至軍人 都會在這裡停泊 當然 當然 亦都有一些 特意來求問 一些不同的人 他們求問什麼呢 他們求問 就是阿波羅給他的提醒 這些就是神譽 而負責神譽的祭司 叫做波提亞 這個你就會看到波提亞 波提亞在記載裡面 是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少女 她負責聆聽阿波羅給他的啟示 她很有趣 她坐在一個三腳的椅上 三腳的架上面 她手上拿著一個扁盤 用來僑電的用途 另一隻手拿著月桂 代表阿波羅的植物 這個三腳椅還有一些特點 就是她坐著的 是一條裂縫 裏面會有一些氣體升上來 為什麼這麼有趣呢 其實這個也是因為 她在 拉菲爾神殿的地理位置有關 她在這個地理位置 其實是在兩條板塊的中間 好有趣 她剛剛在中間 有一條裂縫 令到在下面地殼裡面的一些石油的副產品 可以慢慢蒸發上來 有很多人認為這些蒸發上來是一些穴器 會令人有好像喝醉的一些狀況 她就是透過這些出神 來到去宣講阿波羅的神譽 當時她說的 未必下面求問的人能夠理解 所以她也有負責翻譯這些神譽的祭司 幫她解造一些言語 令到求問者能夠得以理解 這個很有趣 我剛才說過 因為 你記不記得這個神譽 去到公元前 三百年左右 公元前四世紀 開始慢慢釋尾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有一個地震 令到這個板塊 但是地地環境改變了 她沒有再釋放那些穴器 或者那些氣體出來 自然沒有這些氣體 人們就覺得神不在這裏 她離開了 慢慢這個神廟 慢慢也會釋味下來 我們看看這個圖 中間的長方形 就是神廟的地方 她有一條裂縫 應該就是貫穿這個長方形 她在裡面透出一些穴器 令到波提亞有一些出神的狀況 另外你也會看到 其實這裡上面 左上角有一個半圓形的環 這是一個運動場 當時 德爾菲這個地方 也會舉辦運動會 就像當年奧林匹克運動會一樣 也是四年一屆 但是她的明星 慢慢也都被奧林匹克這個運動會取代 另外你看到旁邊 旁邊也有很多不同的建築物 那些建築物 就是一些寶庫來的 沒有了這個圖 這些寶庫 就是人們來祈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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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祇 那些不同的人 因為他們對未來的一些沒有把握 他們會去聽阿波羅 希望拿到一些啟示 其實這個聽不是那麼陌生的 我們經常都會去聽 但是 我們現在這個年代的人 反而用眼睛會多於耳朵 有一套很精彩的電影 這套電影叫做《聽風者》 如果我沒有記錯是2012年的電影 是香港和中國的一套合拍片 他們兩個主角 一個是周遜 一個是梁朝偉 我這套電影 我需要作少少的劇頭 否則 你不能接觸到 去說什麼 在當時的歷史背景 在電影裏面這樣說 不是代表那時候真實的歷史背景 是國共內戰 而周遜所處的陣營 現在就不會有人聽得到入耳 我亦都很相信 是有歷史上的一些轉改 他所處的陣營是共產黨的陣營 他們可以留心去聽 國民黨的軍情 或者他們的電台 當中牽涉的這個情報單位 我們在這裡叫做701的情報單位 故事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情報單位 因為他掌握了很多 聽說是百多個電台 而那些電台是傳播什麼呢 他是傳波斯密碼的 一會兒我和你細心去看一看 波斯密碼是怎樣的 還有在無線電上面 傳播波斯密碼的時候 他的特點是什麼 我現在才回到劇透的裡面 在當時那百多個電台 無緣無故有一天 完全在收音機裡面失蹤 你會記得是無線電波 所有接收都收不到 以前收到的那些無線電波 那些波斯密碼 慢慢變成一些普通的廣播節目 其實現在少人聽三機 我以前和兩個兒子一起的時候 小時候我們很常打開的收音機來聽新聞 我們很理解收音機 你如果能夠打開 對阿無線電波 你是會聽到的 但是這個時候 701的情報單位 完全之前那百多個波斯密碼 那些電台完全收不到 他需要在一個很闊的頻譜裡面 其實你收領三機就知道 你看一邊領 一邊領 一邊領 你可以領到很多個電台出來 其實那個領的過程都很長 他要在一個很長很漫長的一個波頻裡面 找回這百多個電台 這些波斯密碼的電台出來 他們真的沒辦法 因為他需要的耳朵是非常靈敏 才能聽到 為什麼要這麼靈敏呢 一會兒再說 他唯有在民間裡面 他聽到其實當時有一個教琴師傅很厲害 他可以在很遠 就聽到那個琴出了什麼狀況 當然他知道有一個這麼厲害的耳朵的人 他就找他回來 而這個這麼厲害的人 就是梁朝偉所飾演的五兵 這個五兵小時候遇到一個意外 去爬樹 去橫皮 結果掉下來 家人找不到他 他在外面露宿過了一夜 第二天他回來 被人找到的時候 他的眼睛已經看不到 但是 命運之神沒有離開他 他雖然看不到 但是他發覺他的耳朵越靈敏 越來越能夠聽到不同 平常人能夠聽到的訊息 例如他幫了戲裡面的另一個角色 幫他和不同的人去調琴 把鋼琴調音 他的耳朵非常靈敏 在周遜這個角色裡面 找到梁朝偉飾演的五兵 所以他帶回701的情報機關裡 叫他協助 去找回這個消失的電台 這個波斯密碼的電台 我們再看下去 波斯密碼的表 波斯密碼很簡單地說 抱歉 它就是透過0和1 其實就是 打 長短音來分開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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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à 如果傳B,就是Dà,滴滴滴 C,就是Dà,滴,Dà,滴 就像我這樣寫下去 A,B,C A,由上面的點開始 Dà,B,由Dà 滴滴滴 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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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透过这些长短 去表达 而当中 你怎样知道那个是A 它会有一个组 所以A 如果我要传一个 假设就是SOS 所以我传S 你发觉S 在T旁边 我这样写 你会发觉 S是定 定 圈过来定 下去定 再下去定 如果全O是什么 O在左手边 第三行 就是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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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